4月23日 南海岸中华文化中心举办社区安全交流座谈会 L9 Community Safety Meeting 尔湾市警察局局长Michael Kent及华裔警官应邀出席 与华裔和其他亚太裔社区民众举行警民座谈会 回答大家最关切的社区治安问题 尔湾市市长Faira Kohn 尔湾市副市长金泰美到场支持 呼吁所有族裔居民都积极与警局交流 打造更加安全移居的尔湾 去年底上任的Michael Kent局长特别希望能深入了解各族群所关切的问题 他在座谈会上介绍了尔湾社区的犯罪趋势和特点 在暴力犯罪方面 大多数案件中的嫌犯和受害人之间是熟人或是家庭成员 在财产犯罪方面主要是盗窃 他特别提到仇视亚裔的犯罪和事件 希望亚裔民众能够勇于举报 这样才能增加打击力度 他也提醒民众要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 比如在公共停车场自家车库附近对可疑的人合适要有警觉 警官还回答了与会市民关切的问题 据介绍 警察局和事议会保持着良好沟通 警局提出的各种数据 能够作为是议会的依据 来制定更有效的社区安全决策 参加这次活动的亚裔居民指出 尔湾环境良好远近驰名 因此在面对新的治安挑战时 警民合作更加重要 这个活动主要是针对亚太裔的社区的领袖一起来跟警察局还有市政府研讨 怎么样维护亚太裔社区的安全为主要的考量 那我们特别开心我们亚太裔的很多的社区代表一起来出席这个活动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这样的举办的活动 希望对整体的社区的安全能够有很大的贡献 南海岸中华文化中心CEO钟佑兰主持了当天的活动 该中心在尔湾落地生根 多年来致力于发扬中华文化 秉持取之于社区而用之于社区的宗旨 非常乐意服务亚裔群体 特举办这次扩大到华裔以外的活动 今后将继续结合力量与共识 为亚太一发声 也为尔湾的安居乐业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全美电视台记者尔湾市采访报道